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 今天我們來跟大家聊一個網友提問 是關於說 學長你常常悶蒸的時候 最外圍都不吃水 或者是說有時候你最外圍 好像也給的水 給的很少 繞圈圈的時候不太喜歡給到最外圍 是為什麼呢 這樣子會不會造成你的 萃取不均的問題 好 那這個問題呢 我想跟大家先聊一下 其實我們咖啡粉所謂的吃水均勻 跟吃水均勻呢 要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不要把濾杯想成是平面的 因為濾杯它是立體的 可以看到嗎 其實濾杯它是一個錐狀的形狀 順便可以看到嗎 越中間的部分 靠正中間的位置的部分 它讓它的粉層是比較厚的 然後越到了外圍呢 它就是越薄 甚至到了跟濾杯壁貼合的部分 它是非常非常少 非常非常薄的粉層 現在是個這樣的形狀 大家其實都可以理解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在繞圈圈的過程之中 這邊這一點點呢 它的粉層在整體的比重呢 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可能 連百分之十都不到 但是呢 我們在給水的過程之中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無論是悶蒸或是繞圈圈等等的任何一段 我們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 你粉很多的地方呢 你就應該給比較多的水 因為它們需要更多的水 才能把水吸附進去以後呢 然後釋放出味道 然後再流掉 那粉少的地方呢 千萬不要給太多的水 因為呢其實 當你的粉很少的情況之下 你給了超過它能負荷的水量的時候呢 它是沒辦法吸進去的 它吸不進去的話呢 它就只好排掉 就只好流掉 所以呢 這個觀念弄清楚以後 我們就會發覺說 如果我今天在悶蒸的時候也好 亂青蒸的時候也好呢 我很刻意的 我覺得我想要做得更均勻 然後把外圍繞到 變成什麼樣的狀況呢 有可能這個時候呢 因為這邊的粉是比較少的 所以如果這時候呢 你的粉本身是比較乾的情況之下呢 它根本就沒有辦法吃進這麼多的水 然後水就會直接流掉 或者你的肋骨啊 比較有縫隙的地方流掉 導致於呢 你的萃取就更沒有味道 不該給太多水的粉呢 你給太多水就不好了嘛 但是呢 大家也不用太緊張說 那是不是那邊的粉層呢 我是不是就沒辦法給 就會沒辦法進行吃水的狀況 其實不用太緊張啦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繞圈圈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最外的粉呢 它還是會因為擴散的作用 中間水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會慢慢的往外圍的粉層做擴散 所以它也不會完完全圈說 沒有進行萃取到 也不會這種狀況啦 所以我們在悶蒸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可以看到 其實我最外圍是沒有給水的 但是它還是會慢慢的呢 慢慢的滲透到我的 最外圍上面去 所以不用太緊張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也是跟大家講 如果我是已經進入到浸泡的狀態 就是說我的粉層呢 基本上它已經淹水狀態了 我的水已經淹過我的粉了 這個時候呢 你給到最外圍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因為當我的水已經淹過粉的情況之下 就跟剛剛的狀況不一樣了 因為我就不再是把水給在粉上 而是我的粉本來就包覆在水裡面 所以這時候即使是呢 我把我的新的水給到已經泡在水裡面的粉的情況之下 就不會有這個的問題了 因為它本身就不會有 吃不了水而流掉的問題 因為我的水是給在水裡面了 所以呢我們可以做出以下的結論 第一個部分就是 因為粉是立體的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盡量確保的是 當我粉比較薄的地方 不要給過分多的水 除非你的技術非常的好 你在最外圍很薄的粉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把你的水控制到最小最小最小 否則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考慮不要給到這麼外圍的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 即使是最外圍 它沒有真真正正的被你的手中壺的水 澆到或是碰到你的水 但是因為擴散的現象 所以呢 你只要給到大部分的面積的情況之下 你最外圍的粉還是會吃到水的 那第三部分是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讓每個粉都吃到水的話 建議可以到後半段的時候 使用淹水的手法 把我的水淹過了整個粉的情況之下 這時候就沒有粉吃不了水的問題 它已經在水裡面了 這時候你給外圍的情況之下 你就不會有上面所說到的風險跟不好的現象 所以以上三個狀態 就可以讓大家面對這樣的狀況或疑問的時候 可以有個明確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我們今天的硬派Q&A就說到這邊為止了 那有任何問題歡迎在比較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